在电影2012里面 出现过一家世界最大的 在电影2012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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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抵我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装载了大量的防疫物资 并将其运输到欧洲 说到这儿 你或许已经感受到了 安225的运输能力 不管是商业用途 还是军事用途 都使得很多国家 对其倾心不赢 早在2016年 乌克兰就曾宣布 计划和我国 一起研发生产 安225重型运输机 据了解 当时该合同 价值高达5亿美元 但随后 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 这项交易 便再无音讯 转眼到了2020年 乌克兰计划 恢复安225重型运输机的 生产计划 但此次 他们选择的合作伙伴 却是美国 这样一看 这其中的原因 不免变得耐人寻味了